下面一个问题 广州有些同修担心灾难来临时 念佛不能往生 于是大量克露 中阴身救度光碟 分这个伐送于人 让大家认识中阴身的环境 认为这样帮助大家 在中阴身时往生西方 它底下有两个问题 第一根据他们的说法 以为多看中阴身救度的片子 深深记在八十中 自救能自救 请问如法吗 现前神志很清楚 都没有信心 到中阴身呢 恐怕比我们现在这个状况还要差 你还能记得起来吗 这个不口靠啊 如果要说口靠呢 我说个方法是真口靠 你现在念一声佛号 或者是睁开眼睛看到一尊佛像 佛说了 一力而根 勇为也道重 你将来一定得度 为什么呢 你二类也是有福的种子 到什么时候得度呢 说不定是多少万年之后 说不定是多少万节之后 那就看你自己的缘分了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要想在这一身的度 你就不要想到中阴身 想到中阴身 就是自己没有信心 没把握 自己没有信心 没有把握 我相信 你到中阴身的时候 也是没有信心 没有把握 靠得住的吗 那单无聊啊 你在信心不足的时候 多听见啊 多学习啊 最重要的 我常讲 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发生呢 不学弟子规之过 你你学佛没有根啊 我常常讲的 在中国传统学术三个根 儒师道三个根 佛的根是十善业 你有十善业的根 哪有不忘生的道理 你今天没有这个信心 你想想 你十善业道 十善业道没做到 十善业道 为什么没做到 弟子规没做到 弟子规是做人的根本 是做一个好人 佛经商业展开 善男子善女人 你十善业做不到 你不是善男子 你不是善女人 所以十善业你没有办法修 有十善业 念佛没有一个不忘生的 生凡生同居同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我劝大家咋跟 你没有根怎么行 没有根 像花瓶上的花朵 没有根 几天就死了 看样子好看 你看过年的时候 有很多同学 送过好几盆花 不容易 那个花居然保持了两三个月 现在全壶了 都丢了 丢掉了 没有根 要晓得 弟子规是根之根 你有弟子规 有感应片 有十善业道 你信心就有了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忠因解决不了 你是这个 这个尽头发门 是又多了一条方便路 没这个道理 要是有这个方便路 佛早说出来了 这条路 不可能是你发现的 你发现的这条路行不通 所以我告诉你 从弟子规 感应片 十善业 这一条路走着头 这是佛知道我们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